花蓮市112年父亲节表扬大会29号登场 市长威家燕除了亲自表扬各礼及各部落 推选出的47位模范父亲代表之外 也肯定他们对家庭及社会的贡献 也藉由公开表扬 鼓励为人子女者要及时行笑 大声说出对爸爸的爱与感恩 花蓮市112年父亲节表扬大会 29号上午在芙蓉大饭店荣重登场 这次由各礼及各部落推选出47位 对父亲代表 而市长威家燕也亲自颁证排便 以真正的祝福 祝福天下每一位爸爸 在即将到来的父亲节 都能和子女共度快乐的温馨时光 我对父亲的印象 其实常常就是看不见他 那其实他的工作也非常辛苦 那他也不苟瑜 就是很少微笑 但我相信父亲就像我一样 像南海一样 只是有时候面对家庭 跟面对工作的环境里面 他们其实要坚强起来 那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父亲就像超人一样 在家里就是大家的超人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很脆弱 那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家人 不管你是早上起床 或者是回家的时候 都能跟父亲拥抱一下 也希望说 让父亲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爱意 那也期盼 我们今天所有47位的 我们无犯父亲都能健康快乐 而其中民有李林蓬莱和祖母李方克公 更获选推荐接受县表扬的殊荣 期盼借由公开表扬活动 鼓励为人子女及时行孝 大声说出对爸爸的爱与感恩 记者徐立芹华联士报导